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底下的人道新聞 為了要向頂部對著健康的擁業地勢和萬聖一般 可以更加了解在國會藥、國會藥和國會藥 這三項萬聖一般以後 第三點的護照社區就令中心 就特別來開辦擁有安全的鋼澤課程 要請三個老師來替頂部的項客 和大家平常在生活中要注意到什麼樣的健康 接下來新聞調查我們做回來關心 社區頂部相當認真地聽到老師的感慨 要了解平常時吃藥要做的容量 以及以後這杯的增加方法 因為在到國會藥、國會藥 以及國會藥的老大人比在西雄東館 因此第三點護照社區路人中心 就特別開辦後擁有安全的鋼澤課程 希望讓頂部了解如何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老師跟我們隨便的國會藥也很好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去看醫生 很好 你有很多朋友嗎 有國會藥還是什麼 有啊 也是有啊 普通地看都全有的比較多 這個藥也不錯 他叫人說 國會藥想說要怎樣 要做糖分 要怎樣 要吃比較少糖 想說都不錯啦 他說我們都要學起來 所以我也有高血壓 也有糖分 都要聽老師說 要教老師支持這樣 那因為三高的問題是 牽涉到範圍也是很廣 有所謂的高血壓、高血糖 然後高血脂 甚至最近還有所謂的高尿酸血症 來跟各位長輩來講這些 它是怎麼發生的 或者是我們應該怎麼樣吃藥 才會來能夠來改善這些 那今天的反應也非常熱烈 除了上口以外 老師來特別好友民眾 平常是要注意家裡老大人 會擁有安全 以及生活狀況 那是可以在國際的用心拍攝 以及中心拍攝 就可以在等待會 過度健康 如果沒有白天的日子 我可以如果覺得不放心 你可以去問 也有所謂的諮詢要事 也可以去跟他詢問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醫院、家庭還有父母親、小孩 互相配合 這樣一定能夠讓那個長輩們 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樂 透過專業老師的上課 總比就是要注意的生活習慣 一直到萬事一百億 沒有哪來跟身體狀況的方法 來自到長輩 竟好有大家 共同同時 出來長輩的身體 讓長輩等活家健康快樂 有夠有尊嚴 記者就算,參報到